你是不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的部长一定忙忙疯了 但是他花了一个小时 去上这个绿媒的节目 讲了很多 这是他的参选起手式吧 为什么呢 稍后我要告诉你 所以这个主持人就问他 做球给他 有没有算过一天睡几小时 正规大概睡五六个小时 但我很会睡 我坐车也会睡 有没有要选台北市长 问疫情让你问到宝 问选情你去问别人 但是他又讲一句话 成也防疫 败也防疫 没有错啊 这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败也防疫呢 为什么呢 有没有想过 真的败得很惨 这个雅虎的不是很严谨 但是网络民调看的差很多 陈时中崩跌 只剩下个位数7.2% 那还有一个我们看到 这个说什么 说你看三立新闻网的标题 拼防疫两年半 陈时中头发从黑到白 然后他屠戮新生 黑到白 他几岁 他68岁 董哥 你头目嘛 我比他小好多 你看我也是白 真的啊 他68岁 所以他68岁 就是68岁两年 他66岁以前头发都是黑的 因为防疫 所以就在66岁到68岁之间 突然就白了 网友说什么都没做头发也会变白 你68岁了 我的头发也被你搞到从黑变白 第一线医护有像你一样睡 睡五个小时吗 董哥来你从头发开始聊一下 这个一叶白头的神话 又出现在我们的陈时中身上 因为他怎样 因为他防疫很辛苦很辛苦 虽然民调崩解的那么惨 他也知道成也防疫 败也防疫 但不管如何 你就看到他头发都白了的份上 是不是这票该投给他呢 因为英系开始情绪勒索 勒索谁 不是勒索我们 勒索民进党 英系开始勒索 如果不推陈时中出来选 就等同是防疫宣告失败 我今天看到这个 你知道我资料都快掉下来 防疫失不失败看什么 看你的死亡数 看你的死亡率 重症死亡率 看你的医疗量能有没有崩溃 看你的疫苗够不够 看你的防疫政策好不好 这是全世界评估这个国家 或是地区防疫 有没有成功的标准 但台湾不是英系 小英的迪系人 身边最核心的那群高层 会影响我们国家政策人 告诉大家 我们台湾防疫 失不失败的标准 是要看陈时中 有没有出来选 董哥 因为在台湾选举 这几年他有一种现象 叫做外疫现象 2014年 民进党亲民党 跟柯文哲合作 那时候整个气势非常强 因为那一年太阳花 所以柯文哲整个外疫的效用 变成民进党 获得台湾 最主要那些县市 那2018年 外疫现象发生在韩国瑜身上 那韩国瑜 那个一 捡起千堆血 国民党拿下 15个县市 不得了 对不对 那这一届民进党 他要操控的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张这样的牌 就是陈时中 可是没想到这几个月来 陈时中这一尊造好的神 已经被看破手脚了 因为你刚刚提到了 确准率 死亡率 你疫苗 儿童疫苗到了多少 时候什么这些数据 都拿起来没有一样及格 而且完全没有超前部署 什么都让人家比下去 说实在董哥 陈时中的个人政治前途 我们真的一点都不太想去关心 你要不要选 你要出来选好啊 欢迎嘛 大家凭实力啊 就出来赶快出来啊 但是民进党是要把他摆在台北市 让他引起带出来的那种外衣效果 可以啊 欢迎啊 民进党这个政策实在是太好了 太欢迎了 时间不对啊 他现在的声望已经跌了这么低了 所以才叫他出来啊 董哥 一定要出来啊 你看网友怎么说 网友说选啊选啊 用选票认证防疫失败啊 快选啊 最好你现在就辞职 不够哦 你陈时中做得这么棒 选市长不够哦 他应该出来选总 市长配不上他你知道吗 因为他做得太棒 他不会我们台湾哦 66岁开始白头发长出来 长到68岁 现在头发都白了 这种人才 你怎么能够让他只选个市长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用媒体 这里在造神嘛 就前面讲楼玉金 没有时间洗衣服 还要跟他请假 晚上十一点要回家洗衣服 那你可以看啊 其实这两天有个新闻很小 活友余的妈妈过世了 那新闻很小 他自己低调都不行 就是这前两天而已 回铺子 嘉义的铺子办上市 办完了就没有什么看到什么 七年十一月 活爸爸也过世了 也是这种情况 为什么 因为都在皇帝 你儿子已经献给了新北了 那你只好叫他这样做嘛 我觉得家长 父母大概也是同意 就是说我这个儿子 当然已经献给人民了嘛 可是你可以看到 我讲 郑文燦的妈妈过世 大家要来签名 没办法签 太多了 只好放一个电子墙 一万多个人的名字在上面 就表示你有来给他可以交代了 那我们呢 我们现在皇帝的中央官员在干嘛 他有时间去搞小三 陈时中还有办法 跟你喝酒唱歌 还有办法去接受专访 但我就不太懂 他已经下午每天两点记者会 已经很久了 这样还不够 他还要去接受专访 然后要去讲这些什么头发白 什么什么这些 什么睡觉的问题啊 这个就设定好 让陈时中来继续造神嘛 因为你在中央疫情指挥当心 没有人好意思再去问这个 以前有人问哦 那个指挥官你那时候睡觉 晚上怎么睡啊 他说你看 那个沙发都睡出一个头型 记不记得 每天都能配合他 结果现场记者被大家鄙视看不起 你好意思在这里问 你太丢脸了 好惨 所以变成没有人敢去问 那种可以让陈时中造神的问题 但董哥 比起陈时中个人前途 我更惊讶的是 这个大杰你看到这个 英系的智商 这个防疫成不成功 要看陈时中选不选 陈时中选 台湾就防疫成功 选上就成功嘛 选不上台湾就是失败啦 所以无论如何 一定要让他选上 当然这个话 就是有点情绪勒索啦 有点情绪勒索 意思就是怎样 是针对林家龙吗 针对其他跟陈时中要竞争的人 当然民进党内部的问题 我们不去讨论 但光是他们的台湾 有没有防疫成功 或是失败这个标准 你觉得如果放在国际间 国际间会怎么看我们 我们台湾真的 看好了全世界 对不对 台湾只示范一次 防疫成功的标准 我们独步全球 跟人家不一样 台湾的防疫标准 在全世界的评比 这个数字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这就是像首长讲 这是个科学数字 它有一个公式 然后他根据这个公式来计算 我们如果真的像民进党 英系人士讲的 我们的防疫做得这么好 那我们的评比应该在很前面 但是现在显然看起来 我们的评比并不怎么样 所以其实英系人士 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小英的系统 之所以要放这个话的目的 他我相信他不是为了要绑架 全台湾的人民 他也知道台湾人民没这么好骗 但他现在要先绑架民进党 因为他们要征这个台北市长 人选的这个位置 现在民进党自己内部的派系 已经杀红了眼了 从曾主委到曾各县市首长的候选人 所以当然英系就掰出了 这样的一套理由来合理化 他们必须要继续推陈时中 但在这里我要先讲的 就是说事实上陈时中 现在有太多事情应该做 而他没有做的 刚才秀芳讲了 我们南部的医疗量能 已经拉起这个警报了 已经亮了红灯了 可是现在显然看起来 指挥中心也没有任何积极的作为 包含我们昨天在讲的 美国的CDC在今年6月中 马上就要针对BNT跟莫德纳的 幼儿疫苗 就6个月到5岁的疫苗 开始审查要不要发EUA了 今天也有学者问指挥中心 那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 要不要开始同步来进行审查 然后开始进行下单 而且这个我们最近看到 很多这个美国的相关的报道说 其实美国的儿童 在上一波Omicron攻击的时候 就已经发生了很多脑炎的案例了 可是你陈时中为什么告诉我们说 台湾的儿童脑炎案例是意料之外呢 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陈时中 现在应该要面对 但是他却没有解决的问题 那么而且更重要一点是 我要提醒大家 美国的儿童确诊的这个案例 在过去的两周 已经增加了70%了 所以Omicron也好 或者是这个COVID-19 没有放过我们的孩子 美国现在又在上演了另外一波 这个儿童染疫的这个戏码给我们看了 而且不只是攻击脑部 甚至这一波他们发现 还攻击了儿童的胰胀 所以儿童感染之后 他的这个有可能将来会变成糖尿病 你想想看你的小孩有多小 然后染了一个Omicron 以后变成糖尿病 这些东西都是在美国现在在上演的 美国正在研究的 我们指挥中心到底有没有跟得上 这个国际的脚步 那么如果连这些你都做不到 你现在阴系还要来鬼扯什么 说这个防疫的绩效很好 值得大家骄傲 然后来推出一个陈时中 这不是一个天大的国际笑话吗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小的笑话 但我觉得也还蛮好笑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跳出一个东西 当然大家看花旭 花边新闻看看也就罢了 陈时中他是个老烟枪 我觉得蛮讽刺的 卫福部长竟然是个老烟枪 但不管如何他就是 抽烟据说抽了多少 四五十年 然后3月28号 反正这个活动 这个董事基金会办的 他当然以他的身份他会去响应 所以大家就呼唤他出来戒烟 戒烟接到现在3月28号宣布戒烟 宣布戒烟 就跟蔡英文宣布 5月会有一亿计的快筛一样 他都已经公开宣布了 然后现在到了5月31号 人家董事基金会怎么说 讲得很委婉 部长开始对自己戒烟没什么信心 他只靠意志力戒烟 哎呦对自己太残忍了 什么意思 就是失败了嘛 那这个东西说实话了 他要不要戒烟是他的个人意志选择 无权干预了 但讲老实话 通常一个公众人物 你敢在公众场合中去挑战 自己要戒烟这件事情 一定就是有十足十的把握 要不然别人会怎么看你 别人会怎么看你 觉得你是个意志力软弱的人 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克服 你知道有些人讲 当然减肥很困难 我知道 有时候我减肥也很困难 大家都说 如果连你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 人生你还能控制什么 对不对 但是他公开宣布戒烟 然后到底成功没有 我待会问一下署长 戒烟成功没有 不是很简单吗 你继续抽就是没成功 对不对 你不抽就是成功了 但是好有趣 今天我对于这个新闻 本来没什么兴趣 但是我看到他的这个答案之后 我开始兴趣出来了 难怪 这就是陈时中 你到底有没有成功 今天比赛的心得 董事基金会说他没有成功 他说 我自认相当成功 但我的秘书认为我没有成功 很多争议点 所以我没有办法宣布成功 让我笑一下好不好 我今天真的就是答应 我笑了很久 好了不起 完全没有回答问题 还可以讲这么长一串话 就像他过去讲疫苗一样 什么会议记录一样 他过去讲很多事情 都是这种巨型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他这一辈子 都是用这种巨型在去转 不管他的功啊 司啊都是这样 我再给大家念一遍 我要再笑一遍 我自认相当成功 但我的秘书认为我没有成功 很多争议点 所以我没有办法宣布成功 民进党的字典里没有造假 我先问一下大家 这个陈时中建言有没有成功 你比较相信陈时中 还是他的秘书呢 我觉得我比较相信他的秘书 董哥你相信谁 大清你相信谁 我们来调查一下 成不成功很简单 就是你宣布以后 你有沒有再抽过一根 有抽过一根就是书 给人就应该是有嘛 对 秘书当然最清楚 他不敢讲嘛 你走进来全身有烟味就知道 一定是秘书看到他在偷抽烟 对不对 偷抽烟 哪有偷啊 他都公开了 他不是那时候疫情期间 去喝红酒唱卡了 OK 还抽烟 卫福部长违规抽烟 但是因为他328号已经宣布 但是面子的问题 我不知道 这我乱讲的 他做秀 不敢抽 但他的秘书有没有 他的秘书应该是抓包 所以知道 所以你看 他也怕秘书出来踢爆 所以大秦你怎么看到 我要讲的是说 第一个 好啦 不管如何 防疫事件很简单 也很复杂的事情 复杂你可以讲很多 简单来讲 就全世界也给你看嘛 我们就照着做就好 另外一个防疫就是数学问题嘛 疫苗要买多少 快筛记买多少 算一算 确诊等等 模型算一算 应该大概就知道嘛 医疗量能要多少 算一算大概都知道嘛 这么复杂 也可以事情把它变得这么简单 但他就是一个会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的人 戒烟有没有成功 他连这么简单的问题他都说不清楚 第二个 他的个人的意志力跟能力在这个事情上 就高度的被民众怀疑 你连自己的烟影都控制不好 难怪台湾的防疫不会成功 当然这个话也许扯远了 你的个人的喜好 我们去尊重 你自己决定 但是透过这个公开的过程 跟公开一些胡言乱语 会不会让大家真的是质疑他的能力 当然会质疑能力 而且还会质疑他的诚信 就是说他不敢正面的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也不敢清楚的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卫福部长也好 或者是这个防疫指挥官也好 他其实是一个医疗专业的一个官僚 是一个官员 所以他要讲究的是证据 讲究的是真实 讲究的是数字 讲究的是科学 所以他们回答问题 理论上来说不需要这么复杂 通常我看到回答这么复杂的是谁 譬如说中央银行总裁被问到 要不要升息这件事情 他们会回答一大篇 然后讲了个半天 也没有给你正式个答案 或者是外交官 所以他应该就教一下拜登 以后拜登再问到 要不要出兵协防台湾 拜登也可以学陈时中 讲了一长串的话 到最后大家也搞不清楚 到底你是要协防还是不协防 但是我的秘书不赞成 所以我要不要出兵呢 我觉得我没有成功 终于有很多争议点 外交官该做的事情 就现在他把外交官的专业 拿过来做防疫指挥官的 这个问题的回答 连这种问题都不敢回答 不能回答 不会回答的话 其实这样的 这个卫福部长的诚信 当然会受到大家的质疑 好 这个署长你来谈一下 戒烟成功的标准 当然是什么嘛 假设他一天抽一包 那我现在改成抽三分之一包 我这样就叫成功了是不是 所以戒烟的标准 有没有成功有这么复杂吗 戒烟成功当然是要完全不抽 而且我们其实是 包括你现在完全不抽 我们未来还要追踪你 三个月跟六个月 但问题是我们在讲什么 我们在讲火星话 我们怎么会 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人 他说他要戒烟的时候 一直唱菜讲讲一下 一直去作秀 还真的这么严肃的 在讨论戒烟这件事吗 对啊 就很可笑 那他不是演给我们看两年多 我们怎么会不知道 全世界没有这种卫福部长 全世界没有这种指挥官的 他是内指挥官嘛 所以他本来就是开个空头支票 调戏你们一下 调戏那个董事基金会一下嘛 然后董事基金会就不去追究 他身为中央主管机关的首长 竟然在不能抽烟的地方抽烟 董事基金会连个 连个泼什么都没有敢放一下呀 就这么演给我们 大家看轻轻我我的 那我们全民的征操 包括我们的生命 包括我们什么烟害防治法 我都懒得讲烟害防治法了 他连我们的命都没当一回事了 烟害防治法还有一回事吗 抽烟不抽烟还有一回事吗 这种骗子吗 好 现在疫情持续紧绷 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我们 旺旺雪神的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大约有8平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 好 如果你会说你的空间比较小 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 80ml的容量的雾化器 在哪里购买呢 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能够买得到